狗鼻子能不能摸 在正常情况下 狗鼻子你只要不是非常平凡的 或者是非常粗辱的去摸它的话 一般都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有的时候摸狗鼻子 也有很好的去判断 它是否有疾患的一个表现 当然我们要先要知道 狗鼻子潮湿的一个原理 我们经常会说 鼻子湿湿的就没问题 鼻子干干的就不太好 其实这是一个伪科学 我们知道 鼻子湿的时候是因为它运动了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出汗 但鼻子干的时候就是不运动 所以正常情况下 睡觉啊或者是休息的时候 它干燥是正常的 那么我们会发现它运动起来了 或者是它总是在那边干燥 那有可能就是因为 它好像身体存在发烧 或者是它不愿意动 所以平常摸狗鼻子 甚至有发现它健康与否的一个警示